在中国历史上提到姓很多人会联系到百家姓 百家姓是一篇关于中文姓氏的文章 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代宋代的百家姓中正姓排在第七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姓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流姓氏 主要原子子姓姓姓姓姓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的周朝的正皇宫 北姬姓正史的姓始祖就正姓来说不仅是一个国内比较普遍的姓氏 而且还是一个亚洲国家王室所使用的姓 这个国家就是泰国不管是现任国王马哈瓦吉拉龙宫正免拉马十世 还是上一任国王普美鹏正古拉马九世 尽管不是中国人却依然使用注正 这个中国姓氏究其原因得要追溯到清朝这一历史阶段 清朝时期泰国当时被称为先罗公元1652年 清朝顺治皇帝在为时期先罗派遣时捷到清朝进行招供 开始了两国的交往 公元1763年原籍中国广东承海县华不存金扇头是承海去上华镇 而正信被立为先罗国王历史上称为吞吴吏王朝 在历史上正信又被称为又称吞吴吏大帝达信正免批也达属于华裔 公元1770年正信统一了先罗并且太史臣到北京入供于清朝 公元1777年清朝任了达信建立的王朝 准许先罗使节到清廷朝供 在1823年到光三年清朝向先罗国王拉马阿世赠颂了永殿海邦的匾额 由此先罗或者泰国在历史上曾是清朝的藩属国 而就正信来说 却勿议昔82年4月7日死于一次宫廷政变中 紧接住一个和正信从小到大的好兄弟通鸾 又名招匹一却克里从战争的前线回国平乱战乱平息之后 结果通鸾自己当上了新的国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正信是中国人的后裔 加上和清朝的关系比较密切 并且先罗还是清朝的藩属国 所以在形势上先罗的国王需要经过清朝皇帝的任命 在此背景下通鸾这位新任国王有点心虚了 生怕当时的清朝皇帝乾隆不答应自己当国王 毕竟在乾隆在位时期 清朝的国力还是非常强大了 之后经过守家大臣们的提议 通鸾便以正信之子郑华为名 上报清朝的乾隆皇帝并且表示先罗发生了叛乱 父亲正信不幸去世 所以正信之子郑华来继承王位 最后当时作为总主国的清朝 原则上并不干涉 三属国的内部事务 乾隆皇帝得知是正信的儿子来继承王位 自然也就不会多问了 当即同意了通鸾 郑华成为先罗的新国王 自此之后通鸾成为泰国 曼谷王朝第一代国王 1782年 1809年 并且曼谷王朝的王室成员的 都以正式为王族 中文姓式 如拉玛一式名为郑华 拉玛二式名为郑博等等 同时 拉玛一式 二式 三式 四式军多次向清朝朝廷朝共来源网络 爱承海争理 二式 四式ει fout 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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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今回 二ns 六 八式 七式 四式 八式 三 counts 八式 八式